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十岁 父母就病逝 我就变成了一个孤儿 一句挑战的话 激动他的心 虽然你们的眼睛是可以看的 但是你们都是瞎眼的 他要重头学中文 课文打开 一个字都不会灭 他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我没有办法再忍受这个压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只爱看你的灭热 他是你生命的圈圆 这位弹着吉他 唱着歌的 是缅甸立书一间神学院的老师 洪欣华 他的歌声让不少同学欣赏羡 还对他的工作带来很大帮助 他唱吉他 他也很会唱 还有带一首歌都有很有带动力 他也蛮有音乐的天分 就是他教的一首歌 不管是怎么难度多高 就是他教起来的时候就很好唱 他唱歌很宏亮 声音又很大 然后他们常常有聚会上台 带敬拜赞美 开音唱会 我们很羡慕 很欣赏他 虽然洪欣华可以用纯正的中文演唱诗歌 但是他不是汉族人 洪欣华是律宿族人 原本住在缅甸北部 他的族人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 我是从小在基督徒的家庭中长大 我爸爸是一位牧师 他爸爸是牧师 又是好像村长 后来又有很多中国大陆的人 就逃难从中国越南过来 过来以后他就向中国人传福音 他带了好多家信耶稣 其中他所带的也有牧师 有牧师 现在曼德里服侍 在阳光服侍的都有 但是我在九岁的时候 我妈妈就离开世界了 因为生病 到我十岁左右的时候 爸爸又离开世界了 妈妈跟爸爸是因为肺病 因为早期肺病的话 就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病 我们又是住在乡村 所以爸爸妈妈就因为肺病而离开世界 爸爸妈妈离开世界之后 我就变成了一个孤儿 本来我们家是有十个兄弟姐妹 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在伯父家长大 然后因为哥哥 二哥 他是爸爸妈妈离开世界之后 他觉得他是比较大的 所以他就要挺学之后 他就负起家庭的责任 我到了16岁 我读免完的初一了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缅甸的教育比较差 所以需要靠补习 我跟哥哥要那个补习费 他也没有办法 给我那个补习费 我就跟我的哥哥说 我不读了 我不读书了 我已经16岁了 我要耕田也好 我做农业 我可以做了 现在我16岁了 所以我不读书 我要帮助你 我看到你这么辛苦 所以我也不忍心看 所以我要挺下来 我是家里面 那个男生最小的是我 我还有妹妹 但是男生最小的是我 所以他也讲了一句话说 我把所有的希望放在你的身上 他一直不给我挺 我呢就是要坚持要挺 哥哥说要读 我就不读 所以两个打了 抄起来了 然后呢打架起来了 就是在地上 就是滚去滚来的 我嫂嫂也是很担心 然后我嫂嫂呢 就把我们两弟兄呢 就散开了 然后后来我哥哥要我去读 我决定不读 我决定不读 我硬着心我不读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 我跟哥哥说我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挖那个 翡翠 去跟老板 所以他不给我去 他就讲了说你现在挺学了 你今也不读明也一定要读 为了以后还要不要继续读书 洪欣华和哥哥争辞不下 洪欣华刚刚停学一个礼拜 一位牧师就来到他的家 这位牧师是以前我爸爸的同工 因为我爸爸是牧师 他们两个很好 很好 我爸爸是在中国受中文教育的 所以他读神学也是他用中文读的 所以其实我爸爸是那个时候呢 就是中文绿书文都很流利的 而且是他也是中方绿书 他就放了很多的树林书籍 所以我爸爸是读那个懂中文的 所以我的家里面呢 有很多有关我爸爸的那个树林书籍 树林书籍 这位牧师来到我的家的时候 这个牧师就问我 你还在读书吗 我就跟他说 我刚刚停学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他就问我一句话说 你想不想读中文 那我就笑着跟他说 我这个年纪16岁啊 叫我去读中文啊 我一句华语都不懂 连吃饭我都不懂 那牧师你要叫我怎么去读这个华语 然后我跟他笑着说了之后呢 这个牧师给我一个挑战 他所讲的这一句话 就激动了我的心 就感动了我的心 他就指着我爸爸的那个书柜 就是书架 有很多树林的书籍 然后指着那个书架 说你们几个兄弟姐妹看看 你爸爸留下这么多的书籍 你们几个兄弟姐妹 虽然是你们的眼睛是可以看的 但是你们都是瞎眼的 看你爸爸的这么多的中文的书类书籍 谁能够看 我想了 我觉得也是啊 我觉得也是 所以 他就说你 如果你想要读的话呢 我把你带到拉秀 但是你今天晚上不要给我答案 你好好的想一想 明天早上 我在某一个地方等着你的答案 你自己来给我答案 洪恩华明白 懂得看爸爸书柜的书 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并不是单止要他学中文 而是鼓励他继承爸爸的事业 走上全福音的道路 不过洪恩华如果要这样做 一定先除去心里面对神的怨气 我的大姐 因为打针 生病 打错针就离开世界 我的姐姐四姐也是 这个破伤风啊 就离开世界 还有我的哥哥 有个哥哥也是生病 就离开世界 我经历到这些的 不断不断的兄弟姐妹 亲戚的这个离开世界 所以后来我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 我觉得上帝不公平 特别是每当我看到其他的家人 兄弟姐妹吃饭的时候 爸爸妈妈公公奶奶啊 全部围绕在一起吃饭 当我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这个观景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说 上帝实在是不公平 为什么别人家庭成员都是健全的 那我为什么 上帝你为什么把我的爸爸妈妈 跟我的一些哥哥姐姐啊 这么早就带走 我觉得上帝不公平 那个时候我在少女时期呢 其实我们就是对上帝 还是不是很信靠啦 就是我觉得上帝是不公平的啦 所以我对第一方面 我常常这个 这怪上帝 上帝不公平 另外呢 我就是常常就想到说 我这个人呢 没有爸爸妈妈 所以我就 在心理上呢 就会受到一些的这个打击 你闭上眼睛 不愿看见 无伤耳朵 不愿听见 不愿让他要懂你的心血 难道还不成一切 疲倦 回来吧 疲倦的孩子 不要只在门外排华 回来吧 疲倦的孩子 疲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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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天晚上 我就睡不着 就是一直那句话 说你们几个兄弟姐妹都是瞎眼的 谁能够读你爸爸留下来的 这么多的疏倫书记 那句话一直不断地在提醒我 在我的脑海里面一直在提醒我 一直在提醒我 所以最后到了半夜 我就决定说 不管怎么样 就算我16岁 我要试试看 我要走爸爸的这条路 然后呢 就第二天早上都早起来呢 我就跑到那位牧师在的地方 我就跟他说 我决定要去 他就把我带到Lashu 就是现在的恩慈之家 有一天一个人就把他带到我们家来 也是一个传道人 那我问他 那你想读中文还是读缅文 其实那时候他中文 国语一句都不会说 他就说我还是要读中文 我说为什么呢 你连中文也不懂 那国语也不懂地说 那你要读中文的话 不是很辛苦 他说我从小的时候 我看见我爸爸的书书里面 有很多的那些参考书都是中文的 我想结伴我爸爸的下一半 在中国人当中服侍神 Lashu是缅甸北部的一个城市 离开中国云南边境大约200公里 是田缅公路的缅甸起点 田缅公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中国为了抢运战略物资而紧急收建的公路 他在1938年1月开工 1942年完工之后 就成为当时中国和世界联系的唯一运输通道 由于当时很多壮年人被认证入伍 收建田缅公路的工人 绝大部分都是老人、妇女和小孩 没有施工机械 他们就只有背着背柳 和用自己的双手 在崇山晋岭里面 艰苦地建筑这条公路 对于完全不懂中文的洪欣华来说 继承父业的路同样艰苦 当第一天进到班的时候 老师讲什么都听不懂 因为我本来就是一句华文都不懂 华语都不懂 所以老师在这边教课 他是用中文嘛 所以我也不懂 所以我就在那边听也听不懂 老师跟同学们讲 他每个人都要做功课 他又听不懂华语 说什么叫做功课 结果回到家里面 又不懂得问同学 又不懂得做功课 去了学校又被老师打 他觉得很没有面子了 这样大概呢 就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 叫我们的老师呢 就觉得我这个人是很懒惰的 又个子比他们 比老师还高 但是他们觉得我这个人不想读书 老师常常是用那个小看的那个眼光啊 就是常常就是看我 这是老师给我的压力 另外一个就是同学们给我的压力 每次到了下课的时候呢 有很多人就跑来我的班 就这些窗门后面呢 就从窗门外面呢 就来看我 为什么在这么小朋友的班里面 二年级的班里面 有这么高大的人 跟二年级的小朋友在一起 老师给我的那个压力 跟同学们的嘲笑里面呢 我好几次想要回家 就是好几次想要跑回家 我没有办法再忍受这个压力 但是我每当要跑回家的那个念头 一进来的时候 另外一个念头就是那个牧师讲的那句话 你们都是瞎眼的 看你爸爸的这么多的中文的书类书籍 谁能够看 最后我大概过了两个礼拜左右的时候 我就有一天呢我就鼓起勇气了 我就跑到老师的面前 我就跟老师说 我用免电话 因为我不懂华语嘛 所以我用免电话跟老师说 老师对不起 这两个礼拜来 我不是不想读书 我也不是不想默写 我也不是不想做功课 我的问题是 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更重要的是你给功课的时候 老师你给功课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你明天要背来什么 默写什么 其实我完全的不知道 请老师 下一次你要给功课的时候 用免电话 其他的讲课 你不解释也没有关系 但是在你给功课的时候 你用免电话告诉我一声 我一定会做来 所以最后呢 我跟老师澄清我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老师也觉得说 我原来他的问题是 这个出在一句话语都不懂 于是老师在宣布功课作业的时候 会特意用免电话语 告诉洪恩华要做的功课是什么 即使有老师的迁就 洪恩华还有很大的困难要克服 课文打开 一个字都不会念 回来到家 晚上就恩慈家的这些大哥哥大姐姐 比我高班的这些同学们就协助我 他们就一个一个的 一个字一个字的念给我 然后呢 要我用立数字 用缅甸的缅文字 用那个注音 编在旁边 会读了还不算 要一个字一个字不漏的去 去默写 让我学习语言比较快的 最帮助我 帮助我最大的就是唱歌 诗歌比较容易唱 唱了之后当然刚开始的时候 就不晓得是什么意思了 但是会唱了之后呢 就可以从这些大哥哥大姐姐 可以问他们说这是什么意思 学会一首歌 就是多学到了几句话 要懂得看爸爸书柜里面的书 这句说话的挑战 鼓励洪欣华 废枕忘餐地努力学好中文 他用了七年时间 从完全不懂中文 读到初中毕业 而孤儿园安排的活动 更加坚定了 而孔欣华继承父业的决心 我九十年开始进来恩赐的家 开始学 二零零一年就初中毕业 七年里面呢 每一年都有春节的出去步道 就是在乡村 就在乡村出去那个步道 他的脚长 嘴巴又大 会唱歌 走上路又很厉害 那每一年我们恩赐的孩子出去步道呢 不可以没有他 第一他可以带那些女孩子 背很多的行李爬山坡 第二他可以唱歌 可以带歌 每次步道的时候 就是心里面就是感受到说 我在乡村 有这么多的华人同胞 还没有听过福音 所以呢 上帝给我机会读中文 一定有 会有他的那个美好的美意 所以当我看见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说我要走 我爸爸走这条侍奉的道路 虽然洪恩华 决心走上爸爸所走全福音的路 但是单单靠紫成福音的想法 只是懂得看 阿爸书柜里面的书 是不足够的 因为我爸爸是牧师 所以我好像是自然而然的 就是基督徒嘛 那个时候呢 就是因为爸爸是牧师 所以他去教会呢 我们也跟我去教会 所以我小的时候 其实也是很喜欢去教会的 每个大大小小的聚会 我都不缺 我都很喜欢去的 我虽然这样去呢 但是呢 我没有真正的认识 耶稣是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不是爸爸信 所以我也要跟着信 我来到恩慈的家之后呢 早上五点半 一天所有的人 老老小小都要起来找到 晚上也是有玩到 另外还有就是 每一年带他们出去布道 这也增加他们 传福音的那个使命 也是生命上的一个帮助 再来我们每一年都带他们 参加很多的这些音会 音会呢 我们自己本身也在教导 这些大的孩子 自己要学习灵修祷告 那这也是其中的一些 生活上的这些的预备再陪 他的生命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 成长的范围里面呢 使得他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有一次在东丽营会的时候 就是在国外的一个老师 分享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其实啊 我的这个信仰是 我就是跟爸爸信的 后来我就真正的清楚 信耶稣是自己的事 我不是因为我爸爸是牧师 所以我就信 那我就在一个东丽营会呢 我就 那个牧师在呼召啊 要觉知的啊 要呼召的时候 我也是走到前面啊 我就正视的就是说 我不再做一个挂名的 传统式的基督徒 我要做一个信造的人 就是真正在内心里面 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 鸿欣华明白到 爸爸是牧师 自己不会自然而言地 成为基督徒 他要想接爸爸的班 不但只要懂得 明白爸爸的书�椅里面的书 还一定要像爸爸那样 书櫃里的书 还一定要像爸爸一样 跟耶稣基督建立亲切的关系 明白了这个道理 洪恩华就进入神学院深措四年 毕业后回到立书 在神学院工作 他成为了用汉语传福音的 律宿族传道人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严肃 他跟他相处就觉得很柔和 他不会用消极的眼光看你 或者是反正就很有耐心 有个同学他说他不想读 我说既然他没有心的话 你就给他听了 他说说不定有些人 他一名读神学 一名他就清楚了 俯斯上帝的重要 他就跟那个学生好好地谈了 谈谈那个学生又留下来 他很积极 然后熟识 就是他的工作上 他有这个认真地去服事 洪欣华在神学院中 用爱心认真地去教导学生 而神不断在他的人生路上 祝福给他 我觉得神给他很多恩典 给他读好书 高中也必须 神学也必须 学士班三月 这个三月份你要毕业学士 然后你找到一个很好的伴侣 师母是一个不错的搭档 他们生活得很好 像在神学院里面 也服事的配搭得很好 上帝是那个看顾孤儿寡妇的神 人生有神 有耶稣的话 就算没有爸爸妈妈 上帝就是我们的爸爸 洪欣华曾经埋怨上帝 带走他的亲人 但原来慈悲的天父 一直都在他身边引领和赐福给他 如果你想更多了解 这位引领洪欣华人生路的耶稣基督 欢迎致电恩与生命热线 或者登入恩与之声的网页 跟我们联络 我们很乐意跟你分享基督教的信仰 愿神赐福你 他已经知道你是谁 他熟悉你的名字 有些爱跟你的恋恋 可是你生命的全约 然而如今你却比他好远好远 舍法自己寻找一个你相望的乐乐 却不知他走 滴滴恩与 滴滴恩与 滋润普世华人心灵 恩与之声 以世界各地华人 经历耶稣基督带来生命改变的真实故事 透过全球电视和电台广播网络 还有电脑互联网广传福音 也都以生命关顾电话热线 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们的事工很需要你经济上的支持 就让我们继续为福音齐心努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